明天就是冬至了 当然少不了要吃汤圆 那今天呢 卖汤圆的商店忙得不可开交 但传统的甜咸这两种口味 似乎已经不够看了 所以有厨师就研发了 韩式部队锅汤圆 以及苹果花生汤圆 接电话的手停不下来 卖汤圆的店家冬至前夕 忙得不可开交 客人络绎不绝 店家还得增加人力 才能应付接不完的订单 汤圆买气似乎不受景气影响 还是热乎乎 只是若买回去自己煮 该怎么煮才好吃呢 水滚下 下去以后我们转成中火 那等到浮起来的时候 大汤圆就大概等到 5到8分钟 然后小汤圆是3到4分钟 就可以烙起 时间 火候都得控制好 汤圆才够味 若吃腻的传统口味 也可以试试这种创意吃法 大白菜放到锅里 加上杏鲍菇等佐料炒一炒 再加热水 重头戏泡菜和泡面 就能上场 你没看错 这是韩国最夯的部队锅 加入汤圆一起吃也OK 部队锅里面其实都会加 像是麻糬或年糕 那其实鲜肉汤圆 它有相同的口感 可是里面又有肉 所以会让整个的口感 会更丰富的层次 颜色红通通的部队锅 加了汤圆 看起来一点都不突兀 如果怕吃辣 也能试试这个简单的 苹果花生汤圆 先准备苹果汁 苹果丁 柳橙片 肉桂棒 丁香和枫糖 苹果汁和柳橙片先下锅 接着放肉桂和香料 最后再煮花生汤圆就完成 中西合并 别有一番风味 简单DIY冬至吃汤圆 加点创意 也能变得不一样 一堆TV刚刚 杰里中线 台北报导